管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出台汇启纾困政策 确保企业正常生产运营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深圳市沃尔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受益于各项政策 企业大大减轻压力 开足马力投入生产 位于实验街道黎原科技园的深圳市沃尔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生产锂电池模组和户外电源的新能源公司 是国内外多个品牌二轮电动车的电池供应商 之前记者来到企业的生产车间 看到这里的全自动产线已经开足马力进行生产 像这台呢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台自动分选机 它在这里检测电压内阻 然后把电压内阻一致的电芯放到盒子里边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一个小时可以达到6000只以上 企业负责人介绍说 他们在保安区及实验街道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产能已经恢复到年前的90%左右 虽然受大环境的影响 今年的订单量有所减少 但是对全年的业绩还是有信心的 特别是保安区最近出台的汇企业15条 极大提振了企业的信心 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些考量 比如一些设备的补贴 一些贷款利率的一些优惠 包括一些人才的一些补助 考虑的还是蛮前面的 这就是为我们企业在疫情期间 最困难的时候 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减轻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感谢观看